现在苏迪勒台风在花莲东南东的海面上 预计是以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朝台湾的前进 预计是大概下午4点多左右的时候 暴风圈会触入到台湾的陆地上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宜兰乌石港这里 风越来越大 浪也越来越大了 而现在浪不断在拍打这河堤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浪高预估至少也有两层楼 大概是4米高的一个高度 那现在风也越来越大了 那旁边游艇码头的船也都已经系好绳术 要做好防台措施 那预计最快会在明天的清晨登陆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来海边来观浪 那现在宜兰还没有下雨 不过气象局预估宜兰的山区的总雨量 可能会达1000毫米 平均的风力可达7级 最强会到14级 苏迪勒的结构已经越来越完整了 那暴风的半径从250公里扩展 到300公里 预计最快就是今天晚上会登陆了 所以宜兰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的民众 白天最好还是不要出门 因为现在风已经越来越大 预计下午也会开始出现下雨的情况 所以滴洼的民众 滴洼地区的地方 一定要盛防淹水 以上是现场一样最新的情况下